很多游戏迷都对原子之心这款游戏爱不释手 在其展现的美妙而疯狂的乌托邦世界里 有一款消逝无人机格外引人注目 它的外形像个机器人 只靠两次的球形螺旋桨就能自如悬停或飞行 仔细查看这款无人机 发现它的推进器是四个螺旋形叶片组合而成 看起来相当奇怪 那么这样的螺旋桨到底能否支持它飞行呢 说话间 一架消逝无人机缓缓靠近 它的两个推进器可通过同向或者插动偏转 来进行前进后退或转弯 也可通过调节推力实现上升下降或侧飞 这虽然看起来还不错 但是去掉脑门上的牵引绳 这个傻大笨粗的机器人却无论如何也飞不起来 于是我们取出一副螺旋桨观察 发现它的叶片虽然面积很大 但实际上就是个扭曲的平板 无法通过异形获得生力 只能靠推动空气获得反作用力 从侧面看 叶片上段几乎与旋转方向垂直 反作用力的垂直分力微乎其微 虽然叶片向下延伸时 与水平面的夹角逐渐减小 但叶片中段的夹角最小处也有约45度 导致限速度和出力最大的中段叶片 向上的分力只有反作用力的七成 升足比只勉强达到一 可见这个螺旋桨的功率 大部分都用来克服水平方向的阻力 只有小部分产生了向上的推力 从气流的路径看 空气进入螺旋桨后就在一边下行 一边被叶片推动旋转 离心作用使气流方向朝着叶片外缘偏转 由于越向下 叶片线速度越大 空气受到的离心作用会不断增强 于是气流向叶片外缘加速偏转 到达叶片中段时 气流就失去阻挡而脱离螺旋桨 斜向下扩散离去 因此该螺旋桨主要是上半部分在出力 但也只是把吸入的空气推向了四周 导致镜向载荷比轴向载荷大得多 想用这点推力让笨重的机器人飞行 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给上半部分螺旋桨套个寒道 那么吸收叶片动能被甩出来的空气 就会撞击寒道提高静压 变成具有离心加扩散压气源里的 斜流式压气机 既然如此 我们就把半边球形螺旋桨做变形处理 变成介于轴流式和离心式之间的 斜流式压气机 并套一个寒道 然后在中间的转子上再套个风扇 同时给风扇增加外寒道 并在风扇后方安装镜子叶片 由于风扇的造型具有很高的气动效率 风扇外圈向寒道吹风时 可获得较大推力 而风扇内圈又和斜流压气机 形成了串联夜扇 可将空气压缩后送进燃烧室 从而形成内外寒道的涡扇构型 又由于风扇和压气机 是一根轴上的蚂蚱 所以只需一组涡轮推动 在涡轮和燃烧室出口之间 还有一圈镜子叶片 这就是研制中的斜流式高空涡扇发动机 工作时 内寒道的风扇叶片前缘 和斜流压气机叶片前缘 都会产生斜机波 使流过的空气预压缩 而进入斜流压气机的空气 竟吸收动能 又向外撞机寒道内壁 进一步增压 使串联夜扇具有较高的增压比 而燃气膨胀的部分动能 又推动涡轮 维持风扇和压气机运转 如此一来 风扇压气机涡轮和转子 都只要一个 就能传出这台单轴涡扇发动机 相比双轴涡扇 该机零件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二 成本更是减少了80% 而相比涡喷发动机 油耗又降低了30% 更重要的是 这种斜流压气机 主要承受镜向载荷 轴向载荷很小 因此它更加稳定可靠 而离芯和扩散监备的增压原理 又使它压比较高 很适合高空低雷落鼠环境 同时涡轮液片和镜子交汇时 还可利用镜子液片的湍流伪迹 将涡轮液片 因高空低雷落鼠诱发的边界层 分离泡扫除 从而避免了高空环境中 涡轮液片因气流分离 而导致的停车熄火 因此这种上在研制中的 低成本小型涡扇发动机 具有优秀的高空可靠性和经济性 必将成为未来高空无人机的理想动力 而我们也给消逝无人机 提前换上这种发动机 发现他终于能摆脱脑门上的绳子 变成了一只自如的胖头肖